嗨 各位 今天呢是12月聖誕我吃豆爽 知你們看豆爽特輯 耶~~~ 所以今天呢 我總共買了三家你們愛的 貝果系列 台式麵包系列 和最後一個壓軸大戲 塔派系列 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開吃 第一家貝果 應該叫Mu Ming Lu 我覺得它應該是日語 我不知道我唸不唸得對喔 它就是在桃園一家做貝果的工作室 因為我一開始看 我還以為是Mu Ming 你知道 就是盧盧米 我今天買了它12月的聖誕系列組 買的A組 所以它總共有6個貝果 然後另外2個是達克瓦茲跟斯康 但是那2個我今天就不吃 因為我今天主要是要吃貝果 然後有一些是冷吃 有一些是加熱 然後剛剛有一個被我加壞的水 我想要先從加壞的開始 我傻眼 我自己看到我也是 想說 嗯 怎麼會這樣 它叫紅玉奶霜 它應該就是茶類的奶酥 然後它被我加太熱 它整個流星 有沒有辦法 我不敢 我不敢 我不敢這個 你知道 Bagel大小也是蠻成的 我只是切 但是 哇 天啊 不行 這個沒辦法切 我只能用咬的 嗯 嗯 它裡面塞了很多葡萄乾 奶霜餡直接被我溶解了 所以奶霜餡的茶味溶解後 吃起來茶味沒有那麼濃 然後因為這個剛剛我中蒸的 我覺得它的Bagel的Q勁度蠻夠的 韌性也不錯 但是奶酥餡都是因為加太熱 才怎麼樣 就是紅玉的味道就沒有很濃 但是它就是一款不會膩的Bagel 因為它的葡萄乾 綜合掉奶霜的油膩感 因為可能加快了 這顆我就不加評論 但是不甜 還算好吃 它裡面還有白葡萄欸 這家很難搶欸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都要就是做好吃 呵呵 沒有啦 一定是很多網友很愛 嗯 我不行再吃了 我真的非常多麵包 第二個呢 我想要吃 鐵觀音草莓乳酪 它是長醬 它還沾了我的紅玉 呵呵呵 其實大小跟之前的都差不多 但是有點輕 它這裡面應該就是夾一些餡料 鐵觀音的背景 然後草莓乳酪 切開的樣子 有沒有 草莓乳酪 它的草莓是顆粒的喔 嗯 草莓的香氣很足喔 聞到了草莓國家的味道 啊 它們家真的韌性蠻高的 我覺得 這一款呢 就是一咬下去 它是偏酸的 因為它的乳酪就是非常的cream cheese 你在吃乳酪醬那一種 蔓越莓乳酪麵包的那種cream cheese 就偏酸 草莓熬煮出來的也是偏酸一點點 所以它完全不甜 蠻解膩的 我覺得 鐵觀音的背提的茶味 沒有那麼濃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都被cream cheese 跟那個草莓的味道蓋過 但是算整圈都有料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熬出來的草莓真的很像草莓果醬 有顆粒的草莓果醬 肺體很有韌性 丟度很高 很棒 它還好吃 草莓醬 一直讓我想到那個有一個藍色的罐子 不知道是哪一個國家的 歐洲哪一個國家出的 這個確定好像有賣 很像那個的草莓果醬的味道 好多好多 它是一顆換算下來 因為它運費蠻貴的 付了兩百塊的冷凍運費 所以一顆換算下來 應該是太接近一百吧 我覺得 好 接下來呢我要吃另外一個 它叫芝麻貝茶酥莉奶霜 它們家有名的就是酥莉系列 酥莉呢它就是會有這個 小顆粒快快 然後你要自己加 比較像是奶油酥餅的那個快快 這個我很興奮 我想要直接咬 天啊 這個漢堡 然後這個呢 我剛剛有加一點點的熱 但是它還算是偏冷的 嗯 芝麻味非常香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幫我放聖誕哥 它呢 有沒有加酥莉 差很多欸 它如果沒有加酥莉 它就是一般的 芝麻奶霜餡的味道 然後它不會甜 然後也不會太過油膩 它有點像是日系 輕一點的奶油的感覺 然後呢 那個酥莉啊 它咬下去 它就會有一種酥脆感 然後它應該 它可能放了蠻多奶油的 所以它就很像 香港那種 JENNY奶油曲奇餅那個 咬下去它就會化掉 酥開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 藏在裡面一個驚艷感 它就是被茶的酥莉 所以它會有一帶一點點茶味 綜合掉奶霜的小油膩感 它那個酥莉 還可以咬到一小點點點點點 小糖粒 你就會覺得 哇!有一點甜出來了 哇!整個興奮不移 我的心底很雀躍啦 呵呵呵 肺體它就是一般原味的肺體 我給大家看看樣子 它的芝麻給的蠻足的 它不是一般 像之前介紹過的那些黑芝麻餡 它是奶霜的 可是它黑芝麻餡還是很香 嗯!好好吃喔 我真的覺得它們家 可能不要加熱比較好 因為比較咬到那種奶霜餡的感覺 所以剛剛那個紅玉的我醜意 因為紅玉的大家不要做殘烤 呵呵呵 說不定人家很好吃 但是這個 哇!我想唱謝金燕的 一季胖胖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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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一個 我也是冷吃的 鐵觀音奶酥Q 它來的時候包裝就這樣 喔!這是它們家的Logo 母名鹿嗎? 這個我超期待 因為我就是看到這個獎品 跟那個蘇里 IG上面的民眾們訂購的時候 它們都會有剖切面啊 它的大小長相 其實它的大小都比其他家在小一點點 但是因為它們家的餡很厚嘛 你看! 剛剛我原本以為它會拉起來會切絲 結果就被我扯斷了 看起來好好吃喔 冷吃 它那個Q就是麻糬 我覺得偏黏一點的 很像那種中秋節在吃那種 沾花生跟糖粒的那種 一整個的麻糬 大家應該有看過那個吧 就那個 我覺得很黏 蠻黏的 它是奶酥所以我不想加熱 我是冷吃 它冷吃的時候 背停需要有點撕咬的感覺 蠻有韌性 很扎實 奶酥不甜 鐵觀音味 大概在中間質 不會到特濃 麻糬好像有大一點點甜度 我把一整塊的奶酥咬下來 好好吃喔 好像在吃某一種 快融化的巧克力塊 鐵觀音味道其實單吃很濃 很像茶湯灰的鐵龜拿鐵 因為我以前有一陣子很愛茶湯灰的鐵龜拿鐵 微糖小餅 標配 但我覺得這個Q有點太黏膩了 我希望它再下麻糬一點就不要不會那麼黏嘴 它會更好吃 他們家都偏紮實 這個我也很喜歡 只是那個Q不要那麼黏 好讚喔 我也是冷吃 它叫鐵觀音 草莓巧克力 也是一樣跟剛剛大小炒 切開的樣子 我好像沒有切到平均啦 所以它這邊看起來空空 應該等一下咬開它就有餡了 它的草莓跟剛剛那個草莓乳肉草莓 應該是一樣的 熬出來 然後我覺得巧克力應該是那個 黑黑的巧克力醬 它可能是可可塊之類的 嗯 這款加熱呢 它應該會流行 因為我這次冷吃嘛 上一款草莓乳肉 因為我有加一點點熱 所以它比較像草莓果醬 它這個呢 就是冷吃的話呢 因為它有點常溫 所以它冷吃還是吃到一整塊 還是有點濕潤的草莓塊 巧克力也是巧克力塊 然後我覺得它應該是可可 大概五六十嗎 因為我覺得沒有吃到那個 太苦甜的味道 可可偏中等甜 草莓呢 一整塊咬下去 非常驚豔 咬到一整塊那種 有點熬到快爛 但又還沒爛的那種草莓的感覺 你看看草莓 還沒加 冷吃需要絲扯 很有韌性 但是可可的甜味 剛好可以提升整個 帶一點甜的貝果的感覺 它不會讓你覺得 喔好像就只有草莓的酸度這樣 那個草莓咬下去就會覺得有種彈性 這款草莓跟可可很搭 大家看可能覺得還好 但是我覺得口感很不錯 我覺得這款我應該是比較喜歡冷吃 因為它就會咬到三種很驚豔的 就是麵包 草莓的Q彈度 巧克力塊就是那種 有點微軟的 可是你還是有可以咬下去的感覺 這款也很好吃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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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應該是包體吃鐵關硬 所以鐵關硬的味道沒有那麼濃 因為有點被 就是可可跟草莓的味道蓋過了 不過沒關係 可可跟草莓就夠了 好吃 好 他們家的 bago最後一個 芋泥 乳酪 也是長這樣子 然後他還是很厚 先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樣子 芋泥 裡面的樣子 啊!! 啊!! 直接翻車 好啦 沒事沒事 你看這個婆切麵 看起來很讚欸 這個小漢堡 這個我也是冷吃 這一款呢 底部很脆 雖然我是冷吃喔 它跟剛剛那幾款有韌性不同 它比較好咬 比較像是一般麵包店會出現的Vagel的口感 但是還是蠻紮實的 然後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這種口感 因為太難咬了 我很怕它拒絕很久 這一款乳酪呢 就沒有偏酸 它是直接帶芋泥的濕潤度 因為它的芋泥呢 是偏乾一點點的 所以它會一直掉 芋泥很像就是你蒸出來之後壓碎 沒有甜度 直接放進去 所以它會偏乾 加上那個Cream Cheese就是Balance 因為Cream Cheese是讓它變滑順的一個主要來源 比較不會咬 你知道 這一款呢 我覺得我最大最大的經驗就是 它的頂呢 你一咬下去 你可以咬到酥脆的感覺 啊 好讚 我反而沒有很愛它的那一些 我反而喜歡它的外皮 因為我覺得它芋頭沒有太加工過 所以它的味道都被Cream Cheese的味道 其實有點乾過 我其實主要還是會吃到比較多Cream Cheese的味道 這款是冷吃嘛 我已經腸溫的退掉了 所以我會覺得它芋泥也會有點沙沙的 這款我還好 不會不好吃 但是如果跟上面幾款比的話 我覺得這款就是略遜 這家母鳴爐呢 我非常的有印象 因為它的口味全部都是跟我之前吃過的 Vegos的口味種類不太一樣 我蠻有心得的 然後呢 第二家是台式麵包 好像是在宜蘭吧 麵包店烘培吧 它叫骨王 然後再加呢 廠商的頭味 耶 現在的廠商幫我增加了我的麵包的那個 但是吳廣啊 吳廣 這都是我自己挑的 挑了我想吃的 我覺得看起來很好吃 然後我好像有挑到幾個系列是 他們冠軍系列 就是好像是吳寶春有得到那個冠軍 在法國那個麵包 烘培冠軍嗎 還是什麼的 我應該不會砸到它的招牌吧 好 但是它不是吳寶春 好像就是2022得的還是怎麼樣 然後廢話不多說 我就先吃 我想要先吃前面 就是大家已經看了許久的 鹽漿巧克力麵包 它其實很大 你看它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我都是常溫吃 我就直接掰給大家看 看一下這個 但是鹽漿在哪 我原本以為它的鹽漿 是可能會有巧克力餡或什麼的 裡面感覺是乳酪餡欸 然後外面就是有一些巧克力痘痘 這款不是像剛剛那些貝果或什麼蔓越莓乳酪的乳酪餡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你在吃台式的某一些奶油麵包的凝固的奶油餡 然後它不會很甜喔 可是它沒有那種奶油的油耗味 我放了一碗了 麵包蠻蓬鬆的 空氣感蠻多 但是小乾 巧克力痘痘不會很甜 不過我覺得一咬下去 有經驗到 但是之後如果大家想吃我怎麼樣是可以加熱 但我不會到 一定要買 不過我覺得 蓬鬆度非常夠 一般的麵包餡 尤其它是放隔夜 一咬下去絕對是扁掉 米飯其實算好吃欸 我原本以為 是我想像的到的乳酪餡 結果它不是 它是比較像Kurimu那種的 偏台式奶油 喜歡台式麵包的人 會覺得這款很好吃 我覺得蠻好吃的欸 我原本都完全不急不帶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蓬鬆度 那空氣感非常好欸 每一口都吃得到鮮 巧克力痘痘不是那種 便宜以貨的巧克力痘痘 巧克力痘痘 所以說我分佈得很均勻 下一個呢 這個就不是什麼世界冠軍系列 它就是他們的常態品 伯爵奶茶布丁蛋糕 它很厚 我覺得它應該就是那種蠻傳統的那一種 水晶的那種焦糖的啦 然後布丁然後伯爵餡蛋糕 所以它有兩層蛋糕 這個就是蠻一般的 我覺得它的伯爵餡還是那兩層蛋糕 的伯爵味有一點香菌味 我覺得香菌味蠻濃的 雖然它不會很甜 然後也不會膩的那一種 你吃下去一般人一踢一個聯想就是 欸它是香菌 因為我冰了一碗嘛 它的蛋糕比我想像中的沒有那麼濕 但是它還是有點微濕 它還是有海綿蛋糕的口感在 但是我不喜歡 這個布丁啊 很像在吃板德的布丁 有點沙沙的那種 它不是滑順的 它就是偏廉價的 整體都不甜 它上面這層焦糖 蠻像同一布丁那一種 它這一層焦糖再有 洞感一點 不是這個洞感 是洞洞洞洞洞洞 你知道洞 這個就讓它退下 這我還好 給它的評語就是 嗯至少冰了一碗 蛋糕不濕 給過 口感我覺得就是一般版 但是如果你想要吃這種比較偏傳統的 你可以去試試看 那這個我就還好 這個是它多給我的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選的 選到一個小雷品 它是焦糖鮮奶布丁蛋糕 這個都是藝人獨享杯啊 看樣子也是 就是剛剛上面那個布丁 然後也是一大層玉泥 然後兩層那個海綿蛋糕 這個呢就是你在外面 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的這種 玉泥布丁蛋糕 生日蛋糕裡面會出現的 口感質地味道甜度一模一樣 就是可能有稍微沒有那麼甜 玉泥的甜度有稍微減緩一點點 我覺得它們家很讚的就是 冰了一碗蛋糕都沒有吃掉 尤其是上面還是布丁喔 照理來講蛋糕都會吃掉 玉泥給的蠻厚的 但是它玉泥是有顆粒的那一種 就會咬到顆粒塊的 然後布丁 跟剛剛這個布丁一模一樣 而且我覺得 這一款的布丁跟玉泥比較搭耶 不知道是因為這一款 是它有一種香精味還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你一般平常想吃的時候 宜蘭人洗手 你想吃玉泥布丁或什麼 你可以買這一家 它就是完全你可以想像的到的味道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塊狀 玉泥塊 它就是會一直咬到那個玉泥塊 我沒有很喜歡 它其他泥是蠻綿密的 因為可能有加一些鮮奶還是油 還是什麼的 但是那個玉泥塊是需要咬下去 它不會化掉那一種 好可惜 普普通通喔 但我覺得比剛剛那個 伯爵的好吃 好 接下來呢 我要吃它的 也是冠軍系列 然後這個好像是他們得獎的 然後另外延伸出來 你看它的包裝 它是Bagel喔 它的包裝是有點像 紐約或者是歐洲那種Bagel的包裝 用這個我非常期待 它叫 草莓開心果 它真的是讓你吃Bagel的概念耶 它就是這樣 看起來很像一個普通的麵包 我這都是常溫吃到完全沒有加熱度 我把它切開好了 它長這個樣子 餡料看起來好像還好 他們家的麵包體 我剛剛切下去 做的是蠻偏蠻蓬鬆 切下去的手感 好像就是跟這個 我摸起來感覺是一模一樣 剛剛這個巧克力豆豆的麵包體 比較蓬鬆 比較有空氣感 它呢 就是一般外面的麵包店 烘焙房 做的 比較有 韌性一點點的Bagel體質地 當然韌性沒有 專門在做Bagel店的那麼高 但是因為它還是要符合平常人的需求吧 所以老人家什麼 還是可以咬的 還是偏麵包的質地 只是再扎實一點 它的草莓醬是偏酸的 它不算是有顆粒 它應該是熬到那種 很像草莓果醬的感覺 然後那個開心果原本很期待 因為你知道 我原本很期待 我吃到的是那種馬卡龍裡面的 開心果的味道 我很喜歡買開心果口味的馬卡龍 它的開心果就是 很過年在吃的開心果味道 只是它把它弄成顆粒一樣 綠綠的 但我覺得開心果跟草莓沒有那麼搭 雖然它的草莓醬好像是現煮的 熬出來了 但是我覺得吃久不知道 為什麼跟以前合作的時候 草莓麵包的味道很像 我這樣用合作的時候來比喻它欸 這個開心果味道有點太實體了 我不喜歡 再來呢 是我進他們官網挑的第一樣產品 黑糖乳酪吐司 這味道超香 然後它很重 然後我看它這邊好像賣85塊吧 這很划算欸 然後它上面就好像有塗一些焦糖跟蜂糖類 味道很香 然後它看起來是那種偏 台式可頌類的那種吐司 就是一層一層的這樣 然後我也是常溫室 這感覺就是要在這邊撥啊 哇 哇 有沒有 有沒有 裡面哇 有沒有 哇 是不是嗨著 哈哈 感覺很蓬鬆欸 這款也是世界關心在古王系列 非常蓬鬆的鮮奶吐司 有點像丹麥麵包的感覺 奶油味很重 黑糖味一點點 它不會很甜 它主要就是在吃奶味跟黑糖的香氣 很柔軟 我覺得這款如果早上烤過應該蠻好吃的 我覺得這款如果早上烤過應該蠻好吃的 但是它這次我覺得我會想像得到的味道 就有可能某一些麵包店不知道在哪裡吃過 但其實你又說不上 但是它真的很柔軟 但因為我放了一碗嘛 但它這塊皮一定是有點濕掉 它沒有脆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它這個很像台灣早餐店的丹麥吐司的質地 螺旋的樣子 85塊 我覺得這款可以買 如果是我平常想吃台式麵包 或當早餐 跟起來會適合選擇自己 還有這個巧克力豆豆這個 好我冠軍系列就吃完了 他們家還有最後一樣 我個人覺得我拿到的時候我驚為天人 我想說也太大條了吧 果然宜蘭就是這麼在地 它是一個鹹蛋糕 三星蔥的肉鬆鹹蛋糕 我最喜歡垃圾食品就是裡面有放肉鬆的 所以我就是直接挑有肉鬆的 這個好像說是宜蘭的三星蔥 這個就是很普通 它的蔥是比較偏 不是蔥麵包的那種蔥味 比較像是那種人家吃那種大餅油蔥的味道 然後那個肉鬆就是已經有點濕掉 沒有太多肉鬆的質地的口感 我喜歡是可以吃到一點肉鬆質地的口感 因為這個有那種大餅那種鹹的乳肉的味道 我很討厭那個 所以這個 這我不喜歡 不過它的蛋糕是蠻柔軟的 這個我也是冰過 它沒有吃掉 它一咬下去也是蔥味蠻濃的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多麵包店可以做得比這個好吃 好 再來我要吃第三家 我的 鴨軟聖誕鴨軟大戲 等等我 然後就把它取出來 它就是儀式治國 治國 他們家是專門做塔根派系列的 然後我訂到他們的 聖誕草莓祭的 草莓祭新品 它的合作超可愛 我不能倒因為它裡面有那個 它叫 草莓太菲糖生乳酪草莓糖 來囉 1 2 3 哇 不行 我今天把它放出來 你看這個多可愛 我現在我一把看去草莓會直接往上敷 它好像是說它是苗栗的草莓嗎 它就是一個比較有名的地方的草莓 哇 哇 哇 很美對不對 它就是6吋啊 看起來 好讚喔 不行我想要單吃一下它的草莓 去台灣草莓 很像菜市場買的比較有名的地方 但是他們家的這個草莓糖 我覺得有點貴 這樣子580 我昨天拿到我冰冷一碗 我使不得切它 我就是 喔 這個糖 很酥脆度 很可以耶 雖然切得很爛 但是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脖劍 他們家都會跟你說食用方式 所以我就是拿出來就是3到5分鐘我就吃了 從冰箱拿出來 因為它說它這個要冰冰的吃 確實這個乳酪餡最怕就是溫溫實實的 它這個乳酪餡其實沒有這麼厚重 它是比較偏像cream的那種感覺 就是比較輕的cream 它的酸度一點點 一咬下去是 草莓的味道先出來 草莓的清香 然後呢 它的塔皮非常好吃 它的塔皮很像你在吃奶油酥餅 但有一點酥脆感 它就會一直讓你覺得你好像是咬到糖粒糖霜的那種感覺 可是它不是 很脆 很酥 冰了一碗沒有吃掉完全 可是它的這一層啊 太非糖啦 我比較沒有吃到什麼太非糖的味道 我反而覺得它的顏色看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讓我想到紅豆餡 但是它不是紅豆啦 草莓的汁非常多 草莓的汁非常多 它有一些顆粒粒粒的咬下去 你會覺得驚艷的感覺 它在上面這一層 有一些顆粒 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因為它這一層餡啊 比較不是creamy濕潤的 它比較像是你在吃大餅的時候 那種裡面餡料的質地 需要咬下去 比較像是那種紅豆沙餡那一種 但是它確切是什麼 我真的吃不出來耶 你只要知道它是草莓塔就好 因為口感很好 你不用管裡面什麼 喜歡草莓的人 喜歡塔派的人 在家裡 他們家的塔皮 非常好吃 我覺得他們家的塔皮 比魚塔的好吃 魚塔的我之前吃過 我反而比較喜歡魚塔的厚布丁 他們家的厚布丁系列 非常好吃 嗯 它這一層塔皮真的很讚 我只能用很讚來形容 因為它又有一點鹹鹹的 真的很像你在吃奶油酥餅的那種西餅感 你喜歡奶味奶油酥很重的人 你就會覺得吃得非常幸福 我真的很喜歡這種人 就覺得它餅皮很好吃 嗯 重點是冰過一碗 塔皮沒有吃掉就一定是一絕了 因為很多做塔的 它很冰過一碗之後 塔皮直接軟掉 那就是一個失敗的塔 塔最重要的就是那個皮 草莓的汁水是真的是蠻多的 這個塔皮 我只能給一個 皮器糖 皮器糖 很好吃這個塔皮 但是中間的餡 我是真的吃不出來 我可能吃太多東西 嘴巴有點踩掉了 不過我真的沒有吃到太多 太非糖的味道 這一層的味道 都被它的cream 就乳酪跟草莓的味道蓋過 就乳酪跟草莓的味道蓋過 它這一層淋的應該也是太非糖 我覺得 但是這一圈 他們家好像可以做冷藏栽培 但是我住在台北的 你很容易就可以頂到 因為他們每一週就會到處去流浪 大家可以去看他們的官網的那個IG 不過加他們是有團 今天三家我都吃完了 我已經吃到快吐了 你不要看我這樣 其實它很多 但是我吃的時候 我一開始覺得很興奮 因為就是你知道 從左外就一直很想偷吃 所以呢 我今天這樣三家呢 我覺得摩命爐嗎 有機會可以去搶 但是我沒有到說大家 一定一定一定 因為我覺得它偏經驗再下來 但是有幾個蘇利什麼的 我真的很喜歡 就是裡面有那個奶油麴切餅 那個小球球那種 其他的話我覺得 都蠻好吃的 但是就是 我不會到手刀一定要搶 因為他們家是真的 很容易就你知道 全部搶光 古王呢 如果是我偏最喜歡的話 我大概只喜歡那個巧克力豆豆 吐司我覺得還可以啦 只是就是 我覺得都是蠻像 麵包店烘焙房會出現的 他們家好像也可以做冷凍再配這樣 反正就是有去宜蘭可以去賣買看 因為那好像是宜蘭當地的烘焙房吧 第三家這個儀式治國呢 我只能說喜歡塔派類的 絕對不能沒有吃過他們家 你只要沒有吃過他們家 你不能說你吃過塔派類 我覺得是喜歡吃塔派類的人 一定可能都會吃過魚塔跟一世之國 因為他們家的塔皮 確實是跟其他家的塔皮不太一樣 吃下去那個口感 酥脆感 就是有些時候就是你知道 一線之隔 就是略有差別 所以這個草莓有點貴 好反正今天呢 我就是吃了 這樣子全部 我知道蠻多人 都會來私訊我 跟我敲碗說 想看大約翰 好啦我之後真的會遞大約翰 本來就有牌 可是就一直被我往後排 因為我就一直有想說 啊有強到 因為我很容易被洗腦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之後應該是明年的了 就是因為現在已經大概12月底了嘛 所以之後應該就是明年 1月的麵包特輯 所以我原本是跟大家說 我的咳嗽特輯要放在聖誕節 結果就吃了這些 哩哩口口的 好那今天就這樣喔 聖誕快樂 掰